成绩我也是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因为你还是整个块高一旺的金牌 什么感觉 亚运会上拿金牌的感觉 在自己的地牌上比赛还是不一样 观众的热烈 还有对你的支持 都是让人感到很兴奋的 而且在自己主场比赛 也觉得特别有信心 现在看到三位的身体语言 我现在有点纳闷 我是你们队的领队吗 你们平常都这么做的吗 开会就这么做 现在不是开会 咱们做节目聊天轻松的话题 江队长麻烦您敲个二两腿 别去 这个没事的 那咱聊点轻松 江队长这次做队长压力不小吧 做了多长时间队长 几个月 几个月不止吧 没有几个月 没有一年半年 没有 半年有了 松松松定了 江队长 你们什么三个人答案不一样 看来这个队里的事 我觉得这个杨小姐像您的这个 助理 助理对 经纪人 江队长这个队长工作难做吗 我觉得挺难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就有问题 我作为做队长就是负责给大家加加油就行 这样就把这队长的事看简单了吧 所以我觉得很难 那何副队长呢 我基本就是听队长的 不是队长吗 那你们队长又听他助手 其实我 我还是政委 你是政委 其实我比较喜欢听从大家的意见 这个我们昨天这来了一个关心很高的人 就是亚组委的名誉副主席 魏吉兄先生 他也说最主要的就是民主 我觉得那你那你如果这样理解这个队长的话 那都是还挺有点深度的 就是听大家的意见 就是但是你总得有点自己 有了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就是自己想一个想法完了 再通过大家再做结论 再贯彻 对 那有谁不听你的时候呢 你比方说这个除了杨依林 有可信 可能随路不听你的 随路还行 随路还行 除了他 除了你助手 我的助手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打一下 打你可能打不过啊 你个子比他小 他力气老大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最后还是我定的 最后还是你定的 对 那你以前看到这个承飞姐姐 或者说更早一些的偶像 他们是怎么当队长的 我见过的也只有承飞 刘璇是电视上见过 对 不 就是说队长的角色 我不知道这个承飞之前谁当队长 还有谁当队长 承飞之前 张南 张南 对 哪个队长是你觉得当队长 学习的目标 在我之前的话 我接触的只有两个 就是张南跟承飞 我觉得两个完全不一样 就是张南的话呢 就是说 看上去会 比较的有 比较有威力 有威力 对 就是讲话 一般大家都会听 像承飞他说的不是很多 张南怎么个说话呢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 预言 去 把那个高力杠给 动个位置 把那条马搬 搬过去 是比较厉害是吗 反正就是会比较服从他 比较服从他 对 就比较厉害 那成队长呢 成飞队长呢 他不太讲 不太讲话 对 那当时的你们06年拿那个体操世界紧标赛团体金牌的时候 你们都在队里吗 在 都在参加了那个比赛 哦杨依林不在啊 嗯 何可欣和姜依然在 嗯 在 我们是在那个 就是说 在集信队 对 但没有参加那一次比赛 但成飞和张南参加了 但当时觉得他们怎么 看到他们怎么去跟队伍一起的 觉得有什么可学习的地方 嗯 我觉得他俩比较有士气 有士气 对 就是在比赛场上那种拼劲 哦 那相对来说 你跟那个何队长搭档以来 那觉得你们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嗯 我觉得我们 就是在场上的互相加油啦 这些 这些方面 我觉得都做的 要比他们好 但是我们 可能就是需要比赛的经验 更成熟一点 哦 比赛经验 你们俩都是92年的啊 我是91的 91的啊 何可欣是92 嗯 那何队长 你觉得就是 何副队长啊 就是你觉得 就怎么样在帮助他 或者说是你们俩 怎么共同把这个体操队的 这个气氛弄得更好一些呢 我一般就是 队长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对 对 我觉得管理是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 这次在荷兰 荷兰的这次 路特丹的世界 描赛这个团体 没有比好啊 应该稍微有点遗憾啊 但他押忆会是拿冠军了 这中间这一个月 对